要解又说 一 持明善根 福德同福 这一句要记住 持明真实利益 什么利益 它能帮助你 你的善根 福德 跟福相同 这个利益不得了啊 这个利益太大了 你怎么修善根 你怎么修吉福德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多善根 多福德 如果你真的知道了 我相信 就明妙行菩萨那一句话 你就圆满做到了 他说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圣福 说话是早意 念佛是多善根 多福德 这不用多字 同福善根 同福福德 你还是要修善根 福德 你还是要早念的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体会到 那些乡下老太婆 阿公 阿婆 天天念阿弥陀佛 什么都不知道 这种人值得尊敬 值得赞他 值得我们向他顶礼 为什么 他念念都是同佛善根 同佛佛德 谁能比 没人能比 这种人将来往生 决定是上辈往生 是暴徒上辈 我们这些人自以为聪明 跟他比差远了 怎么能跟他比 人家念念都是修集 无量无边的善根佛德 我们是开口闭口 齐心动念 独自造业 这些人在世间 都是被人轻视的 没有人看中他们 可是这些人 确实都是真正 佛菩萨 他们的果报都是佛菩萨 我们对他的轻慢 那就是造很重的罪业 对真正修行人轻慢 对假修行人恭维 全走了